日本的一座偏远山村里 接连发生了三起离奇的杀人事件 死者诠释年龄相仿的妙龄少女 每个人的死亡现场十分的夸张和诡异 这起连环命案背后 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伦迷秘密 而凶手的身份和杀人动机 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本期节目因很多小伙伴的要求 天称给大家带来 根据日本推理大师横钩正史 远著小说改编的电影 《恶魔的手球歌》 跟我们此前解说的玉门岛 八木村 本镇杀人事件等作品一样 这又是一起极为神秘的乡村谋杀奇案 故事发生在1952年的日本 这天 著名侦探金田一根柱 收到老朋友击穿警部的邀请 来到一处名为鬼手村的偏远村庄度假 并住进了村里的一家 名叫龟枝汤的温泉旅馆 旅馆的老板娘袁夫人 是一名气质优雅的中年女人 由于丈夫早亡 袁夫人独自养育着一对儿女 儿子阿元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 深受村里姑娘们的喜爱 女儿袁妹由于半张脸长有红色胎记 性格比较自卑 常年戴着头巾 以遮挡半边脸庞 平时很少出门 京田一在入住旅馆后 很快跟袁夫人一家餐口熟络起来 她此行的目的 名义上是度假 实际上是受击穿警部委托 调查一起 发生在20年前的谋杀案 案件的被害人 正是旅馆老板 也就是袁夫人的丈夫老袁 当年鬼首村来了一位 自称恩田的商人 恩田是从大都市神户远道而来 目的是向村民们推销一种 加工圣诞彩带的机器 由于当时的日本被美军长期占领 所以日本的民众 渐渐流行庆祝圣诞节 据恩田介绍 圣诞彩带的生意 在大城市已经非常红货 在他的忽悠下 鬼首村的村民们纷纷购买了机器 谁知机器到手后 每家每户的订单量却少得可怜 旅馆老板老袁此前一直在神户打工 所以他很快识破了恩田的推销 只是一场庞氏骗局 为了给乡亲们讨回公道 老袁独自找到恩田理论 结果在争执中 被恩田用斧头劈死 案发之后 恩田就卷款潜逃 至今下落不明 当年负责调查此案的正式姬川警部 这起案件也成了姬川警察 生涯中的未解之谜 如今姬川年事已高 他想在退休之前 能够搞清楚案件的真相 这才委托好友荆田一彻查此案 姬川对老袁被杀案如此上心 除了出于警察的正义感之外 还在于他非常同情袁夫人 老袁当年死的时候 袁夫人的肚子里正怀着女儿袁妹 他的儿子阿袁当时也只有两岁 丈夫死后 袁夫人就独自一边经营温泉旅馆 一边照料两个孩子 艰难地熬了整整20年 才将一对儿女抚养成人 姬川总觉得自己应该给袁夫人一个交代 然而让姬川始料未及的是 由于京田一的死神特质 她的到来让沉浸已久的鬼手村 再次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命案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咱们还是要先来说说京田一这两天的见闻 由于姬川警部迟迟没来鬼手村会合 京田一决定自个儿先泡泡温泉 放松一下再说 在泡温泉的时候 她遇上了鬼手村的老村长 老村长看上去比京田一还要油腻和猥琐 而且话还很多 她向京田一吹嘘自己年轻时 是威猛的一夜妻子郎 先后娶过八任妻子 最近她的第五任妻子阿玲又写信回来 请求与其复合 说到这里 老村长还不无得意地告诉京田一 阿玲是她的八任妻子中最漂亮的一位 母胎单身的京田一 在听完老村长的吹嘘后 内心仿佛遭受了一万点冒击 既然大家都是猥琐油腻男 凭什么你能厌负无边 我却无人青睐呢 想到这里 京田一不免有些自怜自伤 泡温泉的爽进随即一扫而空 第二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元节 虽说是祭祀祖先的严肃节日 但整个鬼手村都养溢着热闹的节日氛围 原来是一位名叫千惠的女歌星 将在今晚的祭祀典礼上献唱 这个千惠正是诈骗杀人犯恩田的女儿 二十年前恩田不仅骗光了村民们的钱财 还骗走了千惠母亲的芳心 并致使对方未婚先孕 生下了私生女千惠 尽管恩田不知所踪 但她的诈骗杀人恶行 还是让千惠母女在村子里备受孤立和排挤 就连村里的小孩子也不愿意跟小千惠一起玩耍 旅馆老板娘原夫人的女儿圆妹 是千惠童年时的唯一晚伴 圆妹因为脸上的红色胎记 也经常受到小朋友们的霸凌 同病相连的两个女孩经常在一起抱团取暖 后来在小千惠八岁那年 她的母亲实在不堪忍受村民们的排挤 就带着千惠离开了鬼首村 如今千惠已经成了红遍全国的女歌星 此次回村献唱算是荣归故礼 村民们对此兴奋异常 不仅没人再提当年的往事 还敲锣打鼓 燃放鞭炮 热情欢迎千惠回村演出 不太喜欢凑热闹的金田一 决定去隔壁村溜打一圈 在初村的小路上 她撞见了一位身材勾楼 步履蹒跚 头上包着头巾的老婆婆 金田一热情地跟对方打了声招呼 并闲聊了几句 老婆婆自称是老村长的第五任妻子阿玲 此次回村的目的是希望跟前夫复婚 根据老村长此前的描述 阿玲是其八人老婆中最漂亮的一位 金田一本想仔细瞅瞅对方的长相 但阿玲此时背着一只沉重的包裹 整个人都像被包裹压弯 说话时不仅始终拖着背 还一直低着头 金田一也不太好意思凑到对方跟前张望 因而好奇心没能得到满足 只得信信地继续出村溜打 谁知第二天 金田一刚从隔壁村回来 就得知鬼首村发生了一起诡异的谋杀案 死者是村里的妙龄少女梁子 梁子的死状极为可怖 尸体仰面朝天 浮在一处瀑布下方的浅潭里 口中还被人插入了一只玻璃漏斗 漏斗的上面固定着一只木生 这种木生是一种方形的木质凉酒器 木生的角度有些倾斜 刚好能接住瀑布的水流 将瀑布之水引入漏斗 看上去像是在给梁子的尸体灌酒 当地警方尸检后发现 梁子是在遭人勒弊后 被故意摆成了这幅奇怪的造型 如此离奇的案件 自然引起了金田一的浓厚兴趣 于是他毛髓自荐 主动申请加入了警方的调查 死者梁子是鬼首村的大家族 游梁家的女儿 死前正在和温泉旅馆老板娘 原夫人的儿子阿元谈恋爱 梁子的死让阿元痛苦至极 而阿元的妹妹原妹 则向警方和金田一 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案发当晚 原妹在前往祭祀庆典的路上 曾亲眼看到梁子 和一名包着头巾的驼背老婆婆 一起出现在村边的瀑布附近 根据原妹的描述 金田一马上确认 跟梁子在一起的人 正是自己在村口遇见的老太太 也就是老村长的第五任妻子阿玲 如此看来 阿玲显然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想到这里 金田一和办案的警长 赶忙来到老村长家中找人 结果发现 这里不仅没有阿玲的踪迹 连老村长本人也不知所踪 老村长家的餐桌上 摆着几盘残根冷制和两副碗筷 旁边的地上 还有一滩黑色的血迹 像是有人从口里吐出来的 警方在对桌上的饭菜检测后确认 里面被人下了毒 由于嫌疑人无影无踪 金田一和警方 只得又来到死者梁子家中了解情况 因为父亲扫王 梁子从小跟着母亲和奶奶相依为命 梁子的奶奶已经八十多岁 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大好 不过孙女的死状 还是让老太太想起了一首 名叫恶魔的手球歌的恐怖童谣 童谣的第一段歌词这样写道 一只麻雀说 我们的城主大人 喜欢狩猎 美酒和女人 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她都要 生屋的女孩容貌娇好 酒量也不小 她用生粮 用斗喝 整日沉浸在美酒之中 即便如此 她还不满足 于是就被城主大人送走了 很明显 这段歌词描述的情景 和梁子的死状高度吻合 并且 有两家的家徽就是生 金田一马上明白过来 凶手是在按照童谣的歌词杀人 通常情况下 童谣的歌词至少有三段组成 换句话说 凶手仍有可能继续犯案 讲到这里 金田一急忙追问梁子奶奶后面的歌词内容 不料 老人家年迈渐旺 已经想不起来接下来的歌词 梁子的母亲告诉金田一 这首童谣非常古老 除了梁子奶奶外 整个村子里恐怕只有老村长知晓其中的内容 因为老村长平时很喜欢收集一些古童谣和传说 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就在金田一和梁子母亲谈话的同时 警方从梁子的卧室里找到了一张纸条 纸条的落款正是老村长 内容则让人大吃一惊 老村长在纸条里声称 梁子不是由梁家的骨肉 其生父另有其人 如果梁子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世秘密 就前往瀑布边相会 从纸条的内容来看 似乎是老村长将梁子引诱到瀑布边杀害 问题是 老村长为何要杀害梁子 并在杀完人后将尸体摆出奇怪的造型呢 梁子的母亲在见到这张纸条后 神色显得十分慌张 他告诉金田一 梁子就是自己和王夫的孩子 由梁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此外 梁子母亲还想当人的推测 杀害女儿的凶手一定是仁李家的人 仁李家也是鬼手村的大户之家 跟游梁家是死对头 两大家族多年来一直相互较劲 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二十多年前 仁李家的家主李老爷自作主张 开始在村子周边大面积装置葡萄 并自酿葡萄酒 借此大发奇才 一跃成为村里的首富 这让游梁家的家主 也就是梁子的父亲十分嫉妒 两父为给家族争回面子 花光家里的所有积蓄 大量购置了恩田推销的圣诞彩带机器 最后被骗得倾家荡产 游梁家从此家到中落 梁父没过多久也郁郁而终 梁子母亲认为 仁李家杀害自己女儿子动机 就是想让游梁家绝户 将游梁家斩草除根 此外 仁李家的家主李老爷 也有一个跟梁子年龄相仿的女儿李子 李子对旅馆老板娘 原夫人的儿子阿元情有独钟 一直吵着闹着要嫁到原家 但阿元的心上人是梁子 两位年轻人的关系 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 所以在梁子母亲看来 仁李家制造血案 杀害梁子 除了家族恩怨外 还有跟游梁家抢女婿的目的 另外 凶手用来布置杀人现场的 玻璃漏斗和木生 在仁李家的葡萄酒厂里随处可见 最后 梁子母亲又向金田仪 抖了一个猛料 据说 仁李家的女儿李子 并不是李老爷的亲生骨肉 而是李老爷的妹妹 和诈骗杀人犯恩田生下的孩子 李老爷为了掩盖这桩家族丑闻 才对外谎称 李子是自己女儿 梁子母亲提供的巨大信息量 差点让金田仪和田成的大脑同时当机 金田仪在消化了以下这些信息后 决定前往仁李家问问情况 谁知 他还没来得及出发 就接到仁李家的小姐李子遭人杀害 死在酿酒厂的消息 李子死前也收到了一张纸条 落款也是老村长 老村长顾忌重施 将李子约到酒厂 声称要告诉对方绅士的秘密 跟梁子一样 李子同样是遭人勒死 凶手在杀完人后 又利用酒厂移动重物的滑轮 将李子的尸体悬吊在半空中 尸体的头顶上还绑着一杆秤 和几串大小不一的浅壁 看上去像是在给尸体称重量 如此离奇的案发现场 让年迈的梁子奶奶 猛然想起了恐怖童谣的第二段歌词 歌词的内容这样写道 第二只麻雀说 我们的城主大人 喜欢狩猎 美酒和女人 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她都要 乘屋的女孩容貌娇好 但是气量小 大小钱币放在秤上称 分毫不能少 连睡觉的时候都计较 于是也被城主大人送走了 这段歌词的情景 明显又跟李子的死状高度相似 并且人力家的家徽就是秤 可惜的是 梁子奶奶健忘严重 还是记不起后面的歌词 不过 李子惨遭杀害 至少说明梁子母亲此前的推测并不正确 当然 金田一也不认为杀人凶手是老村长 凶手留下的线索指向性太明显 恰恰说明老村长不可能是真凶 但现在老村长人间蒸发 金田一只好决定 先向李老爷的妹妹求证一下李子的身世 李老爷的妹妹果然承认 李子就是他和恩田的女儿 同时 他也向金田一抖了一个猛料 其实死在瀑布下的梁子也是恩田的女儿 这是恩田当年亲口承认 这家伙不仅诈骗杀人 还四处沾花惹草 甩精播种 如此看来 两名死者梁子和李子 居然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难道凶手杀害两名花季少女的动机 是为了报复他们的亲生父亲吗 就在金田一被案件搞得头昏脑胀之际 击穿警部姗姗来迟 终于抵达了鬼手村 他给金田一带来了当年恩田杀人案的详细资料 金田一在查看资料时 发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 当年 温泉旅馆老板老袁遇害后 尸体被扔在火炉上 不仅整张脸被烧得面目全非 连指纹也被全部烧毁 击穿告诉金田一 恩田到鬼手村推销机器时 一直住在老村长家里 案发当天 老袁来到老村长家向恩田讨说法 当时 老村长刚好不在家 老袁和恩田之间似乎爆发了激烈冲突 等到老村长赶回家时 惨案已经发生 屋里只留下老袁的尸体 恩田早就讨之夭夭夭 警方之所以认定屋内的尸体是老袁 主要是通过身上的衣物 毕竟 当时也没有DNA比对技术 击穿的话让金田一若有所思 在心里捋出了一个思路 当年 老袁找到恩田讨要说法 结果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 老袁在激愤之下 用斧头砍死了恩田 杀完人后 老袁又跟恩田互换了衣物 杀毁了对方的面部和指纹 最后带着恩田骗来的所有钱财 逃离了鬼手村 如果这个推理成立 那么最近发生的两起命案 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虽然老袁用互换身份的方式 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但杀人犯的身份 让他不得不背井离乡 远离自己的妻子和一对儿女 老袁将自己的遭遇 全都归咎到恩田身上 尽管恩田已死 但老袁凶众的恶气未消 二十年后 他又假扮成老孙长的 第五任妻子阿玲回到村里 先后杀害了恩田的两个亲生女儿泄愤 想到这里 金田一心头猛然一震 顿觉情况不妙 因为除了梁子和李子外 鬼手村目前还有一个恩田的女儿 这个人就是在祭祀典礼上 献唱的女歌星千惠 如果金田一刚才的推理属实 那么千惠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 金田一来不及继续细想 慌忙来到千惠母女的住处 好在千惠安然无恙 千惠的母亲则向金田一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 据他回忆 恩田当年形势非常谨慎 从没留下照片一类的影像资料 估计是担心诈骗的事被人发现 不过恩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生理特征 他的一双脚的中指都特别长 乍看上去像是在骂人 经常将袜子撑破 金田一立时想起来 警方当年拍下的尸体照片中 死者的两只脚的中指确实特别长 这样看来 当年死在老村长家面目全非的男子 确实就是恩田 而逃走的人则是老袁 但问题是 金田一前两天跟凶手擦身而过 而且还聊了几句 对方假扮成老村长的第五任妻子阿玲 金田一记得非常清楚 此人的声音虽然苍老而低雅 但一听就是女婴 而非男性的声音 金田一随后将自己的困惑 告诉了鸡川警部 鸡川又想起了一些往事 根据警方20年前的调查 老袁的家族一直做着澡堂和温泉旅馆的生意 在村民眼中 这是非常低贱的职业 备受歧视的老袁父亲 在老袁五岁的时候 就带着妻儿离开了鬼手村 前往神户生活 老袁在长大之后 做起了无声电影的配音和解说工作 直到后来 电影技术得到飞速发展 无声电影很快被有声电影取代 老袁也因此失业 这才让怀孕的妻子带着两岁的儿子阿元 先行回到家乡 回首村定居 自己则继续留在神户 尝试寻找其他工作 但最终也没能东山再起 只得准备回村干老板行 开温泉旅馆 谁知老袁刚回村 就得知妻子袁夫人被恩田骗了一大笔钱 既然老袁以前在神户从事过电影配音工作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模仿女人的声音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金田一决定亲自去一趟神户 找到老袁当年的同事问问情况 临走之前 他还不忘嘱咐击穿警部 好好保护千惠 赶到神户后 金田一很快从老袁的一名前同事口中得知 当年的电影配音工作 比田成的解说电影要复杂很多 配音者不仅要会模仿女人的声音 还要能模仿女人的言谈举止 此外 前同事还向金田一提供了老袁的照片 如此看来 老袁应该就是犯下一系列命案的真凶 而金田一在村口撞见的老婆婆阿玲 很可能就是老袁乔装假扮 就在金田一自觉看破案件真相的时候 击穿警部突然发来一封电报 催促起赶紧回鬼手村 原来在金田一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村子里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居然不是千惠 而是老袁的女儿原妹 如果老袁就是真凶 他又怎么可能会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带着满脑子的疑惑 金田一回到了鬼手村 击穿警部随后将原妹遇害情况 同步给了金田一 原妹的死亡时间是在李子的守灵夜 案发之前 很多人都聚在人李家搭建的灵堂前 为李子守灵 据说原妹当晚的行为十分古怪且异常 她罕见地摘下蒙脸的头巾 主动将留有红色胎记的半张脸 显露在众人面前 更奇怪的是 在守夜的中途 原妹突然借故离开 还顺便带走了千惠的手提包 等到其他人意识到情况不对 出门寻找原妹时 原妹已经在村子后山遭人杀害 死因是后脑勺遭到重物击打致死 凶器是丢弃在县城的一只 装满沙子的葡萄酒瓶 除此之外 尸体旁还丢弃着一把锁 和一把不配套的钥匙 梁子的奶奶根据这个案发现场 终于想起了恐怖童谣的第三段内容 歌词这样写道 第三只马却说 我们的城主大人 喜欢狩猎 美酒和女人 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她都要 索吾的女儿是个美娇娘 只是沉迷开索一发狂 于是也被城主大人送走了 原妹的死亡现场 明显也对应着童谣的第三段歌词 不过 让击穿警部疑惑不解的是 与前两起命案不同 原家的家徽并不是锁 而是统 整个鬼手村里 只有千惠母亲娘家的家徽是锁 因为他们家的祖上是锁将出身 击穿警部的疑惑 让金田一猛然醒悟 他将所有分杂的线索串联起来 终于想通了整个案件的真相 其实凶手想要杀死的第三个人 并不是原妹 而是千惠 案发当晚 由于要给离子守灵 原妹和千惠都穿着黑色的校服 加上当晚天色幽暗 凶手根本没有看清楚受害人的样子 因而误杀了原妹 随后 金田一将梁子 李子 以及千惠三名女孩的母亲 聚集到一起 并给他们看了老袁当年的照片 这是金田一从老袁同事手中 所要来的东西 三个女人在看完照片后 都惊讶地表示 照片上的老袁 看上去非常眼熟 只要贴上胡子 改变一下发型 照片上的老袁 分明就是三人记忆中的诈骗杀人犯 恩田 金田一告诉三人 其实恩田和老袁 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当年 老袁在神户混不下去 就让怀孕的妻子 带着儿子 先回鬼手村定居 他自己则乔装打扮 化身恩田 在其后 独自来到鬼手村骗钱 由于老袁跟父母 离开鬼手村时 才年经五岁 所以村民们并没有认出老袁 老袁行骗的目的 既是为了捞一笔钱 也是为了报复 村民们当年因为职业问题 对原家人的歧视和排挤 行骗成功后 老袁仍然觉得不过瘾 于是就利用花言巧语 分别得到了村里 三名女子的芳心 并致使三人怀孕 分别生下了梁子 梨子和千惠 老袁的乔装打扮 能骗过村里的所有人 却瞒不过自己的妻子 袁夫人 袁夫人在意识到 恩田可能就是自己的丈夫后 就趁着老村长不在家时 独自来到村长家 确认恩田的身份 结果发现诈骗犯恩田 果然就是自己的丈夫 夫妇俩随即爆发了口诀 袁夫人在冲动之下 用斧头劈死了丈夫 这一幕刚好被赶回家的 老村长目击 为所犹豫的老村长 此前就觊觎袁夫人的美色 这下算是小人得志 抓住了机会 她以帮忙隐瞒罪行为条件 尝尽了袁夫人的美色 事后 两人烧毁了老袁尸体的 面部和指纹 并向警方编造了一套谎话 声称 刚从神户回家的老袁 在洞悉了恩田的骗局后 与其发生争执 最后被恩田杀害 恩田则自此下落不明 死后的20年间 老村长一直在骚扰袁夫人 袁夫人每每被迫就范 但生活也还算平静 直到荆田一来到鬼首村 重查旧案 袁夫人才意识到 当年的罪行可能会暴露 与此同时 袁夫人的儿子阿元 也到了婚娶之年 可无论是阿元喜欢的梁子 还是喜欢阿元的梨子 实际上都是阿元 同父异母的妹妹 也正是在同一时间 小时候饱受村民欺凌的千惠 也风风光光地回到了鬼首村 袁夫人压抑20年的心态 彻底崩了 丈夫当年跟三个野女人 所生的私生女 如今居然全都出落成了 如花似玉的美少女 唯独自己的女儿袁妹 半张脸上张有胎记 始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为了避免儿子阿元 和同父异母的妹妹之间 发生不伦关系 同时也是出于嫉妒心理 袁夫人决定 给过去的罪孽做个了断 她在受到老村长电污期间 无意中得知了恐怖童谣的歌词 于是就按照歌词的内容 设计了这场连环谋杀案 袁夫人在杀人前 模仿村长的笔迹和语气 给受害人留下纸条 又在杀完人后 将现场布置得那般复杂 主要目的应该就是为了 嫁祸知晓童谣歌词的老村长 顺带着连猥琐好色的老村长 一起除掉 此外 袁夫人还故意伪造了 老村长第五任妻子阿玲的信件 并乔装打扮成阿玲的样子 跟荆田一在村口偶遇 可能是为了误导 荆田一的调查方向 至于失踪的老村长 恐怕早就死在了袁夫人的手里 在听完荆田一的这番推理后 鸡川颈部既意外又震惊 她立即带着荆田一 来到温泉旅馆 找到袁夫人当面质问 此时的袁夫人 因为误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情绪完全处在 深深的自责和后悔中 她主动向荆田一和鸡川 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罪行 一切都跟荆田一的推理相差无几 老村长施遭袁夫人毒杀后 尸体被沉在了附近的沼泽里 只是让袁夫人始终想不明白的是 她前几天晚上约的人 明明是千惠 为什么自己的女儿袁妹 会出现在后山呢 听到这里 荆田一不无失落地 给出了自己的推理 其实心思细腻的袁妹 早就发现母亲是杀人凶手 所以她才在守灵夜的当晚 主动摘掉头巾 完全露出自己的面容 希望以此委婉地提醒母亲 自己早就识破了对方的诡计 并希望母亲能就此把手 为了阻止母亲继续杀人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儿时的玩伴千惠 袁妹在千惠发现母亲留下的纸条前 就拿走了千惠的手提包 代替对方赶到后山赴约 谁知袁夫人已经被极度蒙蔽双眼 早就走火入魔 根本没有发现女儿的良苦用心 反而将其误杀在后山 在听完荆田一的推理后 袁夫人沉默良久 最终选择了自杀谢罪 这起跨度长达二十年 涉及五条人命的连环起案 至此才算真相大白 恶魔的手球歌 是横沟正史笔下的名片 跟天成此前解说过的玉门岛 恶魔吹着笛子来 犬神家族 八木村 本镇杀人事件 女王风等横沟正史作品一样 故事都充满着神秘和传奇色彩 对此类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在《悬疑movie》的主页上 找到《惊天一探》系列的合集哦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犯罪》和《惊悚》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咯